我们在前几次课中给大家介绍了仪器分析的第一章 电化学分析 我们说电化学分析呢 它是基于物质的电化学性质和物理化学中的电化学原理而建立的一种分析方法 那么按照电化学的性质呢 我们上几次课呢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几类分析方法 就是所谓的电导分析 电位分析 电解与库轮分析 吉普分析等等 当然在吉普分析中呢 我们给大家还介绍了包括经典的吉普 包括一些新的吉普 比如说这个视波吉普 方波吉普 后来又给大家介绍了阳极融出或者阴极融出 就是融出浮安法 那么最后呢 我们还给大家介绍了循环浮安等等 那么这些工作呢 都是采用电化学的原理来进行物质的分析的 电化学的方法呢 当然它有很多的优点我们在前面的介绍中大家也看到了 电化学分析一个最重要的优点就是它的仪器呢 可以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我们每个同学在实验室去都可以自己搭一台这样的仪器 来做一个电化学的传感器 它的另一个很重要的优点就是很多电化学的方法 它的灵敏度相对来讲是非常高的 但是呢电化学分析也有它的不足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不足 我们在吉普分析中给大家介绍过了 实际上呢 在前面的分析中大家也可以理解 就是我们比如说在吉普分析中 当我们进行电位的扫描的时候 我们可能只能扫有限的一个电位范围 超过了这个范围可能水就电解了 那么在这么窄的一个范围之内有这么多物质 我们前面给大家主要介绍的是一些元素 实际上自然界还有很多的生物物质 有机物 还有其他的一些物质 那么这么多物质在这么有限的一个窗口下 要想实现很好的分离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 我们希望即使是元素分析 我们也希望建立的方法 对于每一个特定的元素有很高的选择性 而不要在测试的时候呢 他们互相之间有干扰 那么因此呢 电话学分析法呢 在这一方面呢 就显示出了它的不足 那么一期分析 还有另外一类方法叫光学分析的方法 那么光学分析方法呢 它有很多的优点 所以从第二章起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几种光谱分析的方法 那么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表上 我们可以看出来 电话学分析呢 是仪器分析中的一种方法 光分析呢 是另外一种方法 当然我们还可以利用其他的物理化学的方法 比如说包括热分析 包括磁场等等 我们说光电升热磁 这些经典的物理量 只要和化学物质 或者是它的成分 或者是它的结构 结合起来都可以建立相应的方法 那么我们第一章呢 讲了电 第二章呢 我们就来讲一下 这个物质的结构和物质的含量 和光学的信号联系起来 它所建立的一些方法 我们把它称为光学分析法 那么我们分别呢 要分几章来加以介绍 我们今天呢 先来介绍光学分析的第一种方法 也就是我们一期分析的第二章 原子发射光谱法 原子发射光谱呢 是一种很经典的 很古老的分析方法了 那么它的英文名字呢 过去叫AES 就是原子发射光谱 Apomic Emission Spectrum Metric 后来呢 因为AES呢 和这个表面分析中的 额歇光谱的缩写是一样的 额歇光谱呢 也是AES 因此呢 后来呢 又有人呢 把原子发射光谱呢 改成了OES 就是Optych 把这个 它改成Optych Emission Spectrum Metric 那么 在现在的文献中 如果大家从 比如说Web of Science上 把AES或者OES 敲进去的话 可能分别的都能 剪出一部分 原子发射光谱的 这个文献 也就是说 这两个缩写的术语呢 在文献中 目前还没有完全的统一 还在混用 但是总的趋势是 逐渐的AES呢 可能会被OES所取代 大体上 现在处在这样一个 混用的阶段 所以这个呢 给大家解释一下 大家在查文献的时候呢 能够知道 你打这个缩写的时候 可以打AES 也可以打OES 大概更新的文献 OES叫的比较多一点 这是我们给大家 做一个必要的解释 那么为了使大家 对原子发射光谱 这一章 有一个概括的理解 那么我们呢 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节 原子发射光谱的概述 我们说原子发射光谱法呢 它是根据 处于激发态的 代测元素的原子 当它从激发态 回到激态的时候 它把能量 以光的形式释放出来 那么就不同的元素呢 就会产生 它的不同的特征的谱线 我们根据这些特征的谱线 就可以对代测元素的原子呢 进行分析 由于不同的元素 它的原子结构是不同的 也就是说 它的能极结构是不同的 因此处于激发态的这些元素的原子 回到激态的时候 它发射的谱线 它的波长也是不同的 所以每一个元素 都有它自己的特征的发射波长 我们根据每一个元素 特征的发射波长 就可以判断 这个元素是不是存在 以及根据它的谱线的强度 就可以判断 这个元素 它的含量是多大 这就是我们说的 原子发射光谱的 基本的原理 这个基本的原理非常简单 但是呢 我们看到 比如说这个原子发射光谱的仪器 相对的来讲呢 还是比较复杂的 那我们后面呢 来介绍 为什么要设计这么复杂的仪器 来做原子发射光谱 因为实际上 原子发射光谱的仪器呢 从刚才的原理上 我们可以来自己设计 应该是非常简单的 那么首先呢 我们需要有一个发射源 也就是所谓的光源 这个光源应该起到这样的作用 假如说 我们把我们 这个杯子里头的水 我想知道一下 它里头有什么微量元素的话 我可以把杯子里头的水呢 先给它蒸发 变成气体 因为我测的是原子 要变成气体 然后进一步给它提供能量 让它变成原子 因为里头的很多的物质 可能是分子形式存在的 我先把它呢 这个分子打碎 变成原子 那么蒸发 以后呢 变成原子 我们把这个过程呢 叫原子化 那么原子化以后呢 我们再进一步 如果给它提供能量的话 那么原子的架电子 就是它的外层的电子 就有可能跃迁到激发态 当它回到激态的时候呢 它就会以光的形式 把这个谱线 发出来 因此呢 光源的主要作用呢 是三个 第一 是样品蒸发 第二呢 是样品原子化 第三 是样品 激发 激发以后的特征的谱线 每一个元素都有它自己特征的谱线 我们刚才讲了 因为它的原子结构是不一样的 它的能极结构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特征的谱线呢 我们就可以用单色器 来把它 把这个特征的谱线 给它分光 分开 按照波长的次序排列起来 排列完了以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用一个检测器来检测 那么这个样品 它都发射了哪些特征的波长 从而呢 根据这些波长来判断 这个元素是不是存在 根据它的强度来判断 它的含量是多大 所以最简单的原子发射光谱 可以在我们自己家的厨房制备 我们只要用一个煤气灶 对吧 用一个煤气炉 我们把我们的样品 只要能够在煤气的火焰上燃烧 把它变成原子 那么并且呢 煤气炉呢 因为它有一定的高温 它可以提供这个比较高的能量 它就把原子发射了 发射以后呢 我们只要拿一个棱镜 放到我们的煤气炉子的旁边 那么这个谱线呢 就会穿过这个棱镜 进行色散 后面呢 我们只要拿一个感光胶片 像照相机的感光胶片 放到那 我们把我们的厨房的灯关掉 是黑的 然后把感光胶片放到那 然后呢 浦线就会一根一根的 按照棱镜排列的波长顺序 就排列出来 从而呢 我们就知道 我们这个煤气燃烧的时候 它都有哪些元素 发射了浦线 那么从而也可以检测 你的煤气的这个纯度 检测你的厨房里 有哪些污染的气体 所以从道理上 如果看这个结构的话 原子发射光谱的仪器呢 是非常非常的简单的 当然了 那么后来为什么发展到那么复杂呢 主要是在科学研究中 我们还有对它准确度的要求 对它灵敏度的要求 对它的重复性的要求 等等一系列的要求 我们后面呢 再详细的来介绍 那么当我们如果在一个厨房里 得到了这样一个谱线的时候 我们其实很容易 对哪个元素存在 哪个元素不存在 来进行分析 因为我们只要用一个标准的元素图谱 比如说我们事先 先给这个样品里头注入一些 我们已知的元素 然后我们得到了它的谱线 那么比如说铜 我们有它的特征谱线 那有它的特征谱线 我们事先标定好 我们的感光板上哪个位置 是哪个波长 那么当我们减出了 位置谱线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它的波长是多大 然后我们返回去查一下表 看这个元素的谱线 是不是这个 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 这个元素是不是可以 是不是存在 因此呢 原子发射光谱是一种非常好的定性分析的方法 它所依据的原理 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 就是由于代测的元素 它的原子结构不一样 因此它的能极结构不一样 它发射的谱线的特征就不一样 因此我们只要根据谱线的特征 就可以判断 这个元素是不是存在 原子发射光谱呢 能够对元素周期表上 大约70多种阳离子和部分的阴离子进行分析 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在一秒钟里头 就能够同时得到这70多种元素 是不是存在的信息 速度可以非常的快 同时呢 由于每一根谱线 它都有一定的强度 这个强度实际上代表的是光子的数目 而光子的数目是代表的是原子 发射出来的光子的数目 所以代表的是原子的数目 因此呢我们根据谱线的强度也就可以知道这个元素 它的含量到底是多大 所以所以呢原子发射光谱呢 也是一种定量分析的方法 它是根据代测元素原子的浓度不同 因此发射的谱线的强度不同 而进行定量分析的 所以根据波长可以进行定性 根据强度可以进行定量 从而呢使得原子发射光谱 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元素分析的方法 它可以在一秒钟里头同时 把70多种元素是不是存在 以及它的含量 基本上给我们一个信息 因此呢原子发射光谱呢 是一个比较好的元素分析的方法 那么原子发射光谱 其实它的发展呢 应该说已经很早了 19世纪中叶的时候 物理学家已经发现了 原子发射光谱的现象 到了20世纪的30年代的时候 由于科学界的研究 特别是由于地质科学的发展 使人们对于这个元素的测定的需求 有了迫切的要求 因此呢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 原子发射光谱的仪器 已经变成了商品仪器 而且呢原子发射光谱呢 在它的历史发展中 给我们化学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我们元素周期表上大约有差不多 二三十个元素 都是利用原子发射光谱发现的 我们知道这个新元素的发现 每发现一个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成果 而原子发射光谱发现 这个技术出现之后 那么新元素的发现 就不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因为原子发射光谱所 机遇的原理我们非常清楚 它是根据元素 是不是发射了这个特征 谱线来判断这个元素 是不是存在的 由于任何一个已知元素的 原子发射光谱的谱线 我们都非常清楚的知道了 那么这时候 如果我们发现了一条谱线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话 我们就有理由怀疑 有新元素 然后只要跟踪进一步去研究 可能就能够抓出来 这个新元素来 所以呢 原子发射光谱出现之后 那么元素周期表 就得到了很大的丰富 新元素的发现 就不再是像过去利用化学分析 那样复杂的一个问题了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一个任何一个科学的新手段的出现 对于科学的推动作用 都是非常巨大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前面讲了一期分析 这门课上的任何一章里头 为什么都有若干戈诺贝尔奖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科学的发现 其实有赖于手段的提高 而手段提高之后呢 就可能使一些 原来看起来很难的科学发现呢 变得很容易了 从而呢 就会产生一大批新的科学发现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这门课 它的重要意义所在 那么 原子发射光谱 在它的发展历史中呢 大体上呢 经过了这么几个阶段 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呢 是原子化 就是光源的发展 光源的发展 最初呢 物理学家用的是非常简单的手段 就是火焰 就像我们在厨房里头用的煤气炉 来烧这个火焰 然后让样品呢 比如说如果是液体的话 我们把它变成气溶胶 就是把它喷雾 喷上喷到这个火焰里头 让它去燃烧 然后在过程中呢 它产生一系列的蒸发 原子化和 这个激发 这样一系列的变化 从而呢 得到它的特征普现 但是后来发现呢 这个火焰的温度呀 太低了 很多元素 在这个条件下呢 要么它的这个原子化的效率 不够 要么呢 分子不容易 就是分子不容易的变成原子 要么呢 就是说 它蒸发的效率不高 有一些特别 比如说像一些特别坚硬的矿石 它可能在这个温度下呢 不容易被蒸发 那么蒸发不足 原子化不足 或者是还有一些元素 它的激发需要相对比较高的能量 那么这个火焰的温度也有所不足 从而呢 使得火焰后来呢 逐渐的退了出去 那么后来就发展了一种新的方法 就是所谓的电弧 电弧光源 电弧光源实际上呢 应该说是非常简单的一种光源 它有点像我们的电焊工 拿一个焊枪 在那焊东西的时候 啪啪啪一打 打出来这个火花实际上原子就已经发射了 那么它是利用两个碳电极 然后给它施加一个高压 这两个碳电极呢 在碰撞的过程中呢 由于高压的存在 从而产生了一个火花 这个或者说产生了电弧 那么这个电弧呢 就会把这个样品呢 蒸发原子化和激发 但是呢 这个电弧呢 后来发现也有一些不足 一个是它的温度呢 还不是足够的高 更重要的是它的机体效应非常严重 那么也就是说不同的样品 在蒸发的时候 它的行为不一样 在电弧里头 所以后来呢 又发展了另外一种新的技术 就是所谓的ICP技术 叫做电感藕合等离子体技术 那么目前的商品的原子发射光谱仪 主要的是ICP光源的原子发射光谱 而在70年代 80年代的时候 原子发射主要是电弧光源 这就是到了20世纪的90年代之后 ICP光源呢 就逐渐的占领了市场 现在的商品仪器 主要是ICP光源的 后面呢 我们会分别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些光源它的特点 这是原子发射光谱发展历史中的一个轨迹 另外一个轨迹就是检测器 检测器最初原子发射光谱 包括像我上大学的时候 做实验的时候 原子发射光谱仍然用的是感光板 就是仍然用的是胶片 就像我刚才讲的 拿一张胶片来曝光 所以大家可能去注意 凡是有分析中心的这些实验室 大概都有一间暗室 现在这个暗室用处不太大了 过去的这个暗室都是用于洗这个感光胶片的 洗出来以后呢 来看它的波长是多大 但是呢 后来呢 把感光胶片呢 改成了光电被增管 就是利用这个单色器扫描的方式 由于光电被增管每次只能记录一根谱线 所以可以利用扫描的方式 连续的把每一根谱线记录下来 再后来呢 由于CCD的发展 就使得光谱直读成为可能 也就是说分开光以后呢 一次成像就可以把所有的谱线 呈在CCD上 所以呢 在检测器上呢 原子发射光谱呢 也经历了差不多这么三个阶段 就是从感光板到光电被增管 到CCD 这样一个阶段 现在呢 这个我比如说我们分析中心的两台原子发射光谱 一台是CCD的 一台是光电被增管的 就是一台是要扫描的 一台呢是直读的 直读的当然比较快 它可能几秒钟就可以把所有的谱线记录下来 有点像感光板 而这个扫描的呢 它需要呢 把这个光杉呢 要转一圈 让整个的波长呢 全部记录下来 得一条一条的来读 所以相对的来讲呢 就比较慢 因此呢 可能今后的发展呢 趋势呢 是用CCD来取代光电被增管 取代光电被增管 那么原子发射光谱分析有什么特点呢 其实我们刚才给大家已经介绍了 第一条呢 就是它具有多元素同时分析的能力 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 它一次成像可以把几十个元素的谱线都可以呈在一张感光板上 或者现在呢 存在一个CCD的这个记录器上 那么因此呢 它具有多元素同时分析的能力 它的第二个特点呢 是它既可以进行定性分析 也可以进行定量分析 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就是说由于不同的元素 它的原子结构 或者说它的能机结构不同 因此呢 它发射普线的波长 特征就不一样 我们根据它发射的普线的波长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定性分析 我们根据它的普线的强度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定量分析 因此原子发射光谱呢 它既可以进行定性分析 又可以进行定量分析 在电化学分析之后 我们主要强调的是定量分析 大家注意到没有 因为定性分析呢 电化学分析不擅长 不擅长 所以电化学分析如果是分析的话 我们常常需要在电极上做一些修饰 让它对特定的物质有选择性 那么在发射光谱里头 没有这个必要 我们可以直接对多种元素 同时进行分析 这是它的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呢 使原子发射光谱呢 有比较高的灵敏度和选择性 那么这个它的灵敏度呢 一般呢 可以达到这个 每毫升纳克 或者甚至到每毫升匹克级 那么也就是说 正常情况下 它可以达到10的 -9次方左右 就是纳克级左右 这是原子发射光谱的一个 很重要的优点 当然了 从现在的这个需求来看 原子 这实际上也是原子发射光谱的一个缺点 就是原子发射光谱的灵敏度 不是特别高 所以后来呢 在这个基础上又发展了新的 像原子发射 我们把它叫SAPAES 或者SAPOES 现在又发展了新的 叫SAP的质朴 就SAPMS 它的灵敏度可能比这个更高 我们在后头的质朴的一章里头 会给大家介绍 但是呢 对大多数的样品来讲 那么能够达到 就是每毫升纳克 这样一个数量级 那么已经比较有用了 比如说在分析中心 现在的那个 邢老师的那个实验室里头呢 它有两台仪器 一台就是SAP的OES 一台就是SAP的MS 那么 对外样品 就是说分析测试 如果从挣钱的角度来看 从分析样品的数量来看的话 SAPOES 力的功劳更大一些 因为它 这个做样品的速度又很快 对各种样品的容忍性比较强 那么对大多数样品来讲 做到这样一个数量级也就够了 所以呢 那边的技术人员 那么主要是用SAPOES来做样品的 而SAPMS呢 主要是当它的灵敏度 确实需要比较高的时候 对一些特殊的样品才用的 另外一个特点呢 就是仪器相对的比较简单 这个是个相对的 SAP光谱比电话学的仪器 不知道复杂到哪去了 贵不知道多少倍了 对吧 一台比如说一台SAPOES的话 至少在这个 六万美金以上吧 六七万美金以上吧 那么一台电话学分析仪器 也就 像国产的也就是 不到一万美金 所以呢 这个SAP的这个原子发射光谱的仪器呢 那么相对的来讲呢 它的价格还是跟电话学相比 还是比较贵的 但是呢 如果要是把它和现在的一些其他的 元素分析的仪器 比如说X射线荧光了 比如说SAP直谱了 相比 那么这个仪器相对的来讲 还是比较便宜的 所以这个仪器是目前这个大多数单位的分析实验室 必备的一台仪器 那么因为它的价格相对的来讲比较便宜 那么它的这个分析的能力呢 又比较强 当然了 原子发射光谱分析 它也有它自己的一些缺点 其中最主要的 目前来看 最主要的一个缺点就是 它不适合于部分非金属元素 比如说鲁素了 惰性气体了 这些元素的分析 我为什么说元素 周期表现一百多种元素 SAP的原子发射呢 它一般只能做到七十个元素左右 那么剩下的这些元素它都做不了 或者说灵敏度太低 一些生命科学中重要的元素 比如说碳 氧 氢 等等 那么它都做得不好 这是目前这个仪器的最重要的一个缺点 它所以呢 它最初发明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出 它也是满足了地质学的要求而发现的 所以地质矿床呢 那当然金属元素是最重要的 比如说它做稀土非常好 对吧 但是呢 它对于像碳 氧 氢 这样的一些元素 它不好 因此呢 现在的有机成分的分析 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元素分析 对吧 有机的元素分析仪不是用它来做的 不是用它来做的 所以呢 这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缺口 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设计出一种新原理的原子发射光谱的仪器 能够对这些非金属元素 特别是碳氮氢 这样一些元素能够进行分析 这是仪器分析 未来很重要的一个研究内容 当然目前原子发射光谱呢 已经广泛的用于冶金地质 环境 临床等样品中的衡量元素的分析 比如说 这个在生物样品的分析 比如人体微量元素的分析 它具有非常好的功能 因为它只需要取一滴血 就可以把你体内的几乎所有的微量元素的含量呢 都给你打出来 那么所以在医院呢 对于儿童的这种微量元素的分析非常有用 那么当然在地质环境 这个就不用说了 在这个其他的一些生物样品 比如说像生物系 比如说饶子盒呢 它经常 它做金属蛋白 它经常拿来做一下 把它的蛋白质拿来做一下 它的这个蛋白质的金属的含量 对吧 像这些呢 就是说在原子发射光谱呢 都有比较好的功能 这是我们对原子发射光谱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也就是我们的第一节概述 我们在概述里头呢 主要是给大家讲了几个问题 第一呢 就是什么是原子发射光谱 它所基于的原理是什么 第二呢 原子发射光谱 它的仪器大体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组成 这个组成的在历史发展中有了哪些变化 第三个呢 原子发射光谱 它有什么特点 将来能干什么事情 这是我们在第一节里头 给大家介绍的一些基本的情况 那么以上呢 是我们大家呢 是我们大家呢 对这个原子发射光谱呢 有了一个概括的了解 下面呢 我们就来深入的研究一下原子发射光谱 分析的理论基础 那么这个理论基础呢 我们主要是两个方面 那么从分析化学的角度来讲 我们关注的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呢 一个是定性分析 一个是定量分析 因此呢 我们的第二节呢 也就讲一下原子发射光谱分析的 定性分析的理论基础和定量分析的理论基础 下面呢 我们就来先来看一下原子发射光谱分析的 定性分析的理论基础 原子发射光谱定性分析的理论基础 我们前面已经介绍了 它的核心呢 就是怎么样 把原子的结构和原子的光谱联系起来 也就是说我们要证明 任何一个元素的原子 由于它的原子结构的特点 它就能够发射出来特征的谱线 从而实现不同元素相互之间的区别 那么为了研究这一点呢 我们先来首先看一下 任何一个元素 它的原子结构我们应该怎么来描述 实际上这个呢 我们在前面大家的化学的课程里头 包括无极化学和其他的一些课程里头 我们都学过了 就是原子的结构呢 实际上呢 是可以用特定的参数来加以描述的 是什么参数呢 就是所谓的四个量子数 是吧 就是所谓的四个量子数 比如说 我们说一个原子核外的电子的排布呢 它排布在哪一个电子的科层 哪一层里头 我们可以用一个参数叫主量子数来描述 主量子数呢 我们一般用N来表示 它呢决定了电子的主要的能量 这就是第一个参数 那么主量子数我们一般取值呢 可以是K,L,M,N等等 这个我们在无极化学上都学过了 我们在这里呢不详细介绍了 第二个呢 是脚量子数 是决定电子绕合运动的脚动量的 这个大家也很熟悉 比如说我们说S电子,P电子,D电子 对不对 那么 它决定了这个电子呢 绕合运动的时候 它的脚动量的大小 这是第二个参数 我们一般呢 说有S电子,有P电子,有D电子 有这个F电子等等 第三个参数呢 我们说叫磁量子数ML 它是决定电子绕合运动的脚动量 沿磁场方向的分量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磁量子数 还有一个量子数呢 就是所谓的自旋量子数 自旋量子数是最简单的 因为一个电子 它的自旋呢 只有两个方向 要么正的二分之一 要么负的二分之一 所以我们说决定自旋 脚量 脚动量呢 沿着磁场方向的分量呢 就叫自旋量子数 那么任何一个元素 我们都可以用这么四个量子数 就是主量子数 脚量子数 磁量子数 和自旋量子数 来表示 但是呢 四个量子数 只有一个电子 比如说钠 钠的外层呢 只有一个加电子 那么我们怎么样 让钠的这个外层的加电子 用这四个量子数 统一的把它描述起来呢 换一句话说 这个加电子 它所处于的能级状态 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我们说由于核外电子 它还有一个相互作用的问题 原子的核外电子排布呢 单纯凭四个量子数 不能够准确的描述 这个原子的能量状态 我们一般在 这个如果要涉及到 它的能级结构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是用了 另外一个参数 叫做光谱像 把这四个量子数 偶合起来 来进行一个电子 在核外的统一的描述的 这个光谱像呢 就是这样一个 简单的式子 它等于N 然后呢 2S加1次方 然后L 然后呢 结 我们把这样一个参数呢 叫做光谱像 也就是说 对于任何一个 核外运动的电子来讲 我们可以把这四个量子数 偶合起来 用一个统一的参数来描述 因为任何一个电子 它所处的能级轨道是一定的 所以呢 我们用一个特征的参数 来加以描述 这个参数呢 就叫做光谱像 在这里呢 N呢 还是主量子数 还是四个量子数中的主量子数 L呢 中间的这个L呢 我们把它称为 角量子数 是角量子数 那么角量子数呢 实际上呢 是外层的 架电子的角量子数 小Li的适量核 也就是说L等于 各个电子的角量子数的 一个加合 它的适量核 那么 我们知道 这个 如果外层电子 有两 如果外层有两个电子的话 那么它可能会有 不同的角量子数 对吧 那么 这个大的角量子数呢 是表示这个 加电子的一个适量核 L的取值是这样子的 如果外层 比如说 它的这个 加电子呢 它的小L 有L1和L2 那么它的取值呢 我们就应该是L1加L2 然后L1加L2减1 然后L1加L2减2 一直减到什么呢 一直减到 L1减L2的绝对值 也就是说 我们不能够有负数 不能够有负数 所以都是绝对值 那么相应的符号呢 跟角量子数的表示是一样 只不过是大写的 角量子数呢 我们一个小L 我们就用小S 小P 小D 来表示 在这里呢 用大S 大P 大D 大F 来表示 因为它是 几个角量子数的偶合 这是第二个参数 第三个呢 这个是S 是2S加1里头的S 那么S呢 我们称为总自旋量子数 也就是多个加电子的 总自旋量子数 它呢 是单个加电子的 自旋量子数的 适量核 那么 如果有几个加电子 它的适量核呢 就可能是 我们知道 如果是一个电子的话 它可能是正二分之一 如果是两个电子 它就有两种取向 要么都是正二分之一 要么 一个正二分之一 一个负二分之一 因此它的取值可能是零 或者是一 因此呢 我们说它的取值呢 可以是零 可以是正负二分之一 可以是正一 正负一 也可以是正负二分之三 等等 那么它的取值呢 是这样子的 第四个参数呢 节呢 我们把它称为 内量子数 这是一个新的量子数 对吧 前头几个呢 虽然这个 它是大写了 它是各个 这个 它们各自的适量核 但是呢 前头我们都学过 节呢 是内量子数 什么叫内量子数呢 它是考虑了 这个 总轨道的角动量 L 和总自旋角动量 S相互 偶合的一个结果 所以呢 节的取值呢 等于 L加S L加S 减1 L加S 减2 一直到L减S 也就是说 它的取值也都是正值 也都是正值 这里注意 如果L大于 或者等于S的话 那么有 2S加一个值 就这个 这个光谱像呢 有2S加一个值 如果L小于 或者等于S的话呢 这个光谱像呢 有2L加一个值 也就是说 这个光谱像对于若干个电子的偶合来讲 它可能不是一个唯一的值 它可能有若干个值 这若干个值实际上也就代表了这个原子的若干个能极 那么 这四个量子数听起来呢 可能比较比较抽象 大家可能不好理解 实际上呢 我们下面举几个例子来看一下 大家就逐渐的就习惯了用这几个量子数来进行表示 比如说我们先举一个最简单的 这个钠元素的这个原子的 它的这个光谱像怎么来表示 钠元子呢 我们知道它在基态的时候 它的原子结构是非常简单的 对吧 它是1S2 2S2 2P6 3SE 我们说原子发射光谱呢 我们给它的能量不高 内层的电子都没有办法发生跃迁 因为它不是X光 对吧 所以内层电子没有办法跃迁 所以在原子发射光谱里头呢 只有架电子的跃迁 我们才能够记录到它的光谱 因此我们只研究架电子的跃迁 那么在钠元子的这个基本结构里头呢 架电子只有3SE 也就是说它只有3S轨道上有一个电子 如果它处于基态的时候 它就在3S的轨道上 那么我们怎么样用我们刚才的光谱像 来描述这个架电子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看N等于多少 当然等于3了 因为它是对吧 第三个科层上的电子了 它是3S嘛 所以呢N呢是等于3的 对吧 L呢 我们刚才讲了 这个大L呢 是脚量子数 是各个电子的脚量子数的一个偶合 但是现在只有一个电子 对吧 所以不存在L1加L2的问题 那么小L1等于多大 它就等于多大 那么小L1等于多大呢 它是S轨道嘛 所以小L1就是0 对吧 S轨道的这个 它就是0 因此呢 这个大L实际上呢 就等于0 就等于0 是不是 或者说我们用一个大S来表示 对吧 我们说0就是大S 再来看S轨道 那么S呢 因为它只有一个电子 所以它也只有一个小S 那么 因此呢 它的自旋呢 只有1 2 不管它是正1 2 还是负1 2 我们一般都取正的时候 它就只有1 2 所以大S呢 等于1 2 对不对 那么L等于0 大S等于二分之一 结等于什么呢 我们刚才在上一部分里头 给大家讲了 结是L和S的偶合嘛 那么L等于0 S等于二分之一 结只有一个值 二分之一 因为它要再减1 就变成负数了 它减不了1了 它只能有一个取值 因此呢 我们就写出来了 这个光谱像里头的 这四个参数的分别值 N等于3 L等于0 S等于二分之一 结等于二分之一 这个大家能明白吧 可以听懂吧 有问题可以随时问 那么因此呢 我们就说 按照我们刚才 给大家介绍的 这个光谱像 的写法 我们现在 这四个参数都有了 我们把它呢 就写到 这个光谱像里头去了 写进来以后呢 那么就变成了这样了 就变成了这样 N因为等于3嘛 所以这里是3 2S加1 2S再加1 是不是就是2 对不对 然后呢 这里呢 因为L呢 我们说 它等于0 所以我们就用一个 大写的S来表示 对吧 然后呢 结呢 等于二分之一 所以我们就写成了 3的二次方 S二分之一 写成了这样一个形式 这就是纳原子在基态的光谱像的表示方法 这样一个光谱像就表示了一个能级 所以呢 纳原子在基态 它就有这样一个就一个能级 是不是 就一个能级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现象 就是如果要是这时候 我们把纳原子引入到了我们的原子发射光谱的光源里头 让它激发了 如果纳原子这时候激发了的话 它的架电子就会发生跃迁 那么跃迁的第一步呢 它就从S轨道呢 可能跃迁到了P轨道 是不是 因为P轨道的能量 我们知道比S轨道稍微高一点 所以呢 纳原子的这个加电子 如果跃迁到了P轨道 也就是说纳原子如果处于激发态的话 它的光谱像怎么来表示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纳原子的第一激发态的光学电子是 我们说从S轨道跃迁到了P轨道 是3P1 那么这时候的光谱像就不是刚才的这个光谱像了 我们来表示一下看看 这时候呢 N当然还是没变 还是3了 对不对 但是呢 Eller变了 Eller刚才是0 为什么是0呢 因为刚才是S电子 现在Eller到了P轨道了 是P电子了 那么P轨道的这个电子呢 我们刚才讲了 它的取值呢 是1 所以呢 大Eller呢 就等于1 对吧 S呢 因为它还是一个电子 所以它 不管它是什么自旋方向 按照绝对值的话 它只有1分之1 所以大S还是 1分之1 对吧 还是2分之1 那么因此呢 2S加1呢 它还是等于2 但是呢 结就不一样了 结刚才是 只等于2分之1 因为Eller加S呢 是0加2分之1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呢 这个Eller加S呢 Eller加S是1加2分之1 1加2分之1是多少呢 2分之3 那么我们刚才说 取值可以是2分之3 然后2分之3 再减1 对不对 那么2分之3 减1是2分之1 还是个正值 因此呢 它有两个取值 再减就不行了 就成负值了 所以它有两个取值 因此呢 结呢 有两个取值 也就是意味着 将来呢 当这个钠被激发到P 这个电子激发到P轨道的时候 它的光谱像已经成了几个了 两个了 是不是 也就是说 它的光谱像的表示呢 应该是这么两个 N不变 2S加1等于2也不变 P也不变 但是呢 它的结变了 结呢 是2分之1和2分之3 是2分之1和2分之3 因此呢 钠原子的第一激发态 有两个能级 我们从理论上来推测 这个大家能听明白吗 能听明白 有问题可以问 当然下去呢 还可以再看一看 这个量子化学上的一些事情呢 总是稍微复杂一点 那么我们就推出来了 钠原子的激发态的能级是两个 也就是说 钠原子在激态的时候 如果从这个图上看 是一个能级 钠原子在激发态的时候呢 是两个能级 这就是我们的理论推测 它和实际是不是符合呢 我们说 恰恰是符合的 如果你去做钠原子的发射光谱的话 钠原子有两根非常亮的谱线 就是我们所说的 钠双线 就是这两根谱线 钠双线 所以理论推测 和我们的原子发射光谱的实验 达到了惊人的吻合 那么我们休息一会儿再继续讲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